外面上这间冲斑日本米的烧店 为了后面杨妈妈国子工坊的对面 算是杨妈妈的二代店 富士林英会军标识 主要是想要丁现日本时代日式小屋的风景 店来商品也都是以团形妈妈的好口味为主 主要贩售都是会以杨妈妈 它传承给我们的一些传统手艺为主 主要会是像是出卡贵 或者是说像烏龟翘 然后或是肉掌 甚至说像些香菇草料 或者是说像碗粿这类的产品 主要会是以古早味美食为主 那饮品的部分我们就是以在地农产做结合 像会有凤梨冰茶或者是桑胜饮 甚至酸梅汤这类的 主要都是希望说能呈现给客人 都是以一些手工 而且是天然 然后无添加物的产品为主 除了饮料和点心之外 仍然有一些在地龙山的加工品 因为我们说因为时代进步 一些传统的老手艺没人团形 所以应该在地的中部来学习 希望可以保留这些古早味 柜子上一些贩售的产品都会适宜 就是像是农产加工品 像是桂花糖 酱笋 果醋 或者是说像我们自己腌制的红露烟枣 红露黑枣这部分的产品 那这些产品的话主要也是想要强调 在地的一些老手艺 点来也还有一个上东古水四人做的空间 不仅因为以前的关系是没开放 因为军公欢迎来到杨妈妈的面穿 如果有时间可以到对面这间日式小屋 走走看 走走过去妈妈抱歉的好处 南天新闻 往里面的后面的菜方报到